看看新闻榜 从2010年1月24日 女星罗海琼和华一兄弟副总裁费琪 在北京洗劫连礼后 很快便宣布了怀孕的消息 罗海琼随即宣布暂别影谈 不过在新营两年之后呢 罗海琼再度出现在镜头前 升级为幸福妈妈的她 会带给大家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两年未见 如今已经荣生为妈妈的罗海琼 脸上褪去了昔日的稚气 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 而她挂在脸上的笑容 则似乎时刻在诉说着 她婚后生活的幸福和美满 我过了两年普通人的生活 我觉得生活真的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 处处都留了惊喜给我 罗海琼口中的这个惊喜 就是她在2011年8月16日 洗得了千金 孩子的出生让她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 更教会了她爱与责任 其实我从生了她到现在 我每天的睡眠都不好 因为她睡觉 早的时候我舍不得睡 我要一直看着她 然后等她一睁眼 我就又赶快要爬起来去看着她 就这种兴奋 这种开心的东西 真的是很幸福很幸福 正是这种满满的幸福感 让罗海琼一直坚持 亲自照顾女儿 体会亲自之乐 我觉得母亲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所以可能会辛苦一些 但是这种快乐也是我自己能够特别开心地享受的 因为她还不会跟我沟通呢 现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像个小年糕一样 天天粘在我身上 这期来户罗海琼还向大家透露 自己将在今年6月份全面复工 不过因为付出的首部新举 需要她穿旗袍上阵 所以现在的她正在努力恢复自己的好身材 是一个年代戏要穿旗袍 所以现在面临的是继续在减肥当中 可是街拍电视剧就意味着要长时间待在剧组 心疼女儿的罗海琼表示 会考虑将爱女带到片场 会想的 会特别想 其实这也是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所以可能在接下来工作当中 尽量可能地把它带在身边 幸运在线上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